我們看看這一題 他說向來A絕對值是2 向來B的絕對值是5 夾角是幾度?60度 麻煩你求向來A減掉向來B的絕對值 好不好? 第二小題向來A加上兩倍向來B的絕對值 其實這一題 當然看這個向來A 向來B的絕對值不難算 怎麼說?像如果說 向來A坐標是43 向來B的坐標是36 老師問你向來A減掉向來B會不會算? 直接相減吧 4減3 7減3是幾?4 3減6是幾?53 算出來就453 絕對值怎麼算? 直接把坐標的地方平方加加開根號 16加9開根號 怎麼行?算出來就自己5 所以說知道坐標的時候 這時候求絕對值是直接算就好了 但是這題麻煩就麻煩在這邊 你知道向來A坐標嗎?不曉得 你知道現在B的坐標嗎?不曉得 所以說這題麻煩又麻煩在這邊 好不好?不曉得坐標 我硬是要去求絕對值量可不可以 那怎麼算? 再算這題之前 老師先給大家一個觀念 好不好? 老師想舉一下 比如說看到向來A到的向來A四起 好不好?我先把這觀念心講清楚來 向來A到的向來A四起 兩個一樣的向量相成四起 老師我知道 乘起來變向來A幾次? 兩次是出來了 這樣寫對嗎? 來你觀察一下好不好? 老師舉例 比如說向來A四起三次 老師問你好不好 向來A四起三次 比如說向來A到的向來A怎麼算? 兩個現在自己相成吧 把3乘3 9加上4乘4 16 算出來9加幾 16 算出來17 25 所以說向來A到的向來A算出來是幾 算出來是幾 25 但是向來A卻是幾 34你看到 向來A到的向來A算出來是個數字 但是本身向來A是個座標 所以25會等於這座標平方嗎? 有一樣嗎? 不一樣嗎? 所以說我可以知道向來A到的向來A算出來是個數字 那向來A本身是個座標嗎? 所以說直接把座標平方會等25嗎? 不會 所以說這樣寫是對的嗎? 不對 老師要怎麼寫? 來我再多算一個 你算一下向來A舉例子好不好 舉例怎麼算? 直接把這座標的地方平方向來加開根號 變根號 9加16 9加1625 開根號四起 5 怎麼翻到? 把這舉例子平方之後 數字是25 所以說老師想請問一下 向來A到的向來A是不是不行? 不錯 向來A到的向來A 承認起來是向來A平方 沒錯 但是這時候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才行 這樣可不可以 你看一下這四起25 這四起5的平方也四起25 有沒有一樣? 有吧? 老師可不可以證明一下下? 可以 其實這也可以證明 好不好? 只是老師先舉例來說明 好不好? 怎麼證明 來向來A到的向來A怎麼算? 標準算法 兩個向來內積怎麼算? 它等於向來A加值 乘上向來A加值 乘上向來A加值 乘上cos甲角 告訴我這兩個向量A 兩個一模一樣向量 對吧? 兩個向量一模一樣向量 它甲角是幾度? 0度對吧? 告訴我cos0度是幾? 1 相信不行? 1乘他乘他 所以乘起來是向來A加值 所以乘起來是向來A加值的幾次 兩次試出來了 所以說你會看到向量A到的向量A 沒錯 兩個一樣相乘 一樣向來相乘 乘起來會頻繁 沒錯 但是這次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這樣行不行? 好 有這個觀念之後 來 我們正式來看一下這題了 所以說我剛才前面後 都是把什麼 把一些基礎觀念信告訴大家 我看這一題 這裡到底怎麼算? 我剛才講過 這裡我不曉得向量A的坐標 我也不曉得向量B的坐標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只能硬算 在硬算之前你看一下 題目非常有愛心 有沒有向量A的殘度? 有 有沒有向量B的殘度? 有 有沒有夾角? 有吧 題目這麼愛心的對不對 所以說我這時候第一步 我先把誰? 先把向量A到的向量B 乘開好不好 所以向量A到的向量B就算 他得向量A的殘度 向量B的殘度 乘上夾角是幾度? 60度 再進來 這是2 這是5 考在60度時期 2分之1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消掉做答案時期 5 所以說我先把向量A到下面 乘開答案時期 5 乘開做第一小題 老師 題目要求這個東西怎麼算? 有爵石行不喜歡? 不喜歡 我常講 爵石怕什麼? 平方 這樣行不行 因為爵石算出來一定是正數 平方也是正數 但是爵石不能成開 平方可以成開嘛 所以說我想辦法 要把這個爵石敲掉 怎麼敲掉 麻煩把它抓起來 平方行不行 那平方做 老師問你一下 所以說以後知道看到這種題目 不想坐標題目給我去 怎麼辦? 平方成開 老師問你 A減B的平方成開自己 A平方減幾? 2AB加B平方 但是剛才講過 我們向量平方的時候 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絕對值下去 這樣行不行 好 告訴我 向量A絕對四十幾? 2 2平方4 這四幾?5 減掉2乘5四幾?10 這四幾?5 5平方25 所以把它帶進去 變4-10加25 算出來答案自己 19 所以向量A減掉 向量B的絕對值平方等於19 可見向量A減 向量B四七 更耗 他絕對值四幾? 更耗19 試出來 老師有負的欸 絕對值一定正好不好 你不要給我寫正負更耗19 就直接寫更耗19 這樣就出來了 各位 再看第二小題 第二小題一樣 求向量A加上兩倍 向量B的絕對值 這樣行不行 怎麼算? 想辦法把這絕對值給敲掉 怎麼辦? 大家平方 這樣行不行? 告訴我 A加2B的平方 乘開自己 一樣 乘開自己A平方 加上2AB 乘起來自己 4倍AB 加上4倍 向量B的平方 行不行? 好不好 乘起來馬上A平方 加上2AB 加上這個平方 行不行? 老師剛剛講過 對向量而言 平方要加什麼值? 絕對值 這樣行不行? 所以項量A解值值值值 2比平方 4 4 5 4 5 5 4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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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倍更好極 31次出來了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整個整理一下 OK